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接下來我們七位好辣醫師團 醫生真的差很多 千萬好辣醫師團要告訴你 實情好像不是如此 還邀請三位來賓一同來探討 今天探討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大家以前都講 第一位賣兵 第二位做醫生 以前的 基本上第一位做兵 第二位購醫生 醫生都被告得比較多 現在又有勞保健保 這個制度來的時候 醫師就 這個也許佛羅大眾 是享受了這一塊 但對醫師來講 他壓縮到他們這一塊 有些門診手術時薪只有500塊 所以我們第一個問題 要想請問一下 醫師看門診 賺人頭賺錢是真的嗎 看越多賺越多 這是真的嗎 醫生 這一定是真的吧 因為我有一陣子 是我長期都有那個 胃痛的問題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因為胃痛它不是好像是 就是它是一個慢性病 所以我那時候想說 那我去找中醫科來看好了 然後我那時候去找中醫科的時候 他第一次比較認真 他就是會看我的 就是我的胃 然後會胃痠什麼 那時候他就開給我類似 他說在中醫裡面算是 智酸劑的東西這樣子 那之後我就是 他就叫我每個禮拜都回去 回診這樣子 我想說為什麼 為什麼看胃病 要回診得那麼頻繁 然後每一次 每一個禮拜回診 他對我唯一的看診 就是叫我嘴巴張開 我就想說奇怪 到底要幹嘛 他有嘴巴張開 然後他去壓我的舌根 我就會有那個 反胃想吐的那個感覺 對 然後我就 我每次都這樣 他說 然後他就叫我每個禮拜 都回去跟他拿藥 說我每個禮拜固定 都要跟他去掛號 然後 所以你會停留那個印象 就是回診的越多 對 醫師領了更多 對 其實很多病人都會有個疑惑 他都覺得說 我怎麼每一次 都要被叫回去看 就是回診 可是我想問一下 你那時候有做胃鏡嗎 有 我那個時候是先去做了 西醫那邊做了胃鏡 然後我就把這個胃鏡的 就是那些檢查報告 然後帶去看中醫科 我想說要用 調身體的方法 會比較不傷身體這樣 對 你站在中醫角度是慢慢調 西醫不會這樣叫你回來 對 可是西醫有一個叫做什麼 對 的這個東西 所以你只要掛號一次 他就可以領 譬如說三個月的藥 或是長期的藥這樣 可是中醫就不是這樣 是啊 可是我們現在 今天指控的是 你講的是中醫 因為西醫上回診 你們沒關係 對 回診有時候也是沒有錢可以領 所以不是看得越多就越划算 像我們科來講 像回診的話 他會覺得說你第一次 比如說你已經做了 婦科的內診 跟婦科的慣性 第二次在回診的時候 你一樣要幫他做 因為病人會要求說 你都不幫我看我的患處 那你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我就是來看的 我第一次說今天來看你 隔個一個禮拜來復診 是不能收費 三天是不能收費的 三天 婦產科誰會每天去看 可是像診所有的時候 他的藥就是規定 只能開三天 是嗎 對 診所的藥只能開三天 你多開你會 健保不給你錢的 所以他就是規定 你只能看三天 那這個不是有點為難你們嗎 就只要你們開三天 三天回來又不能收錢 對 就是他有一些檢查 就不能再收錢 可是病患一定會要求 我們再幫他做這個檢查 所以就變成醫生在做白宮 難怪 難怪醫生 常常我們小朋友感冒 然後回去看 吃完藥 他都叫你說三天後再來 所以不能三天內來就對了 當然也是 你看完感冒 他就叫你三天回去再給他看 我都底死不寵 我都想說你想要再撞我一次 不是 都為我們了 真的 因為本來一個治療的過程 大部分不論什麼疾病 通常它有一個過程 也許三天 也許七天 也許更久 你怎麼可能吃個藥三天就好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通常三天以後 你會再回來再看 看了以後才能再決定 下一步要做什麼處置 可是再看的這個 他就健保局在認定你說 你已經看過了 你幹嘛又在看 所以他這筆費用 內診的費用 或是檢查處理的費用 他就不給付你了 比如說我們講 最簡單的是感冒好了 就是其實感冒的話 我們你拿超過的藥 因為我們就預設 健保局就預設 所以如果你跟他要求說 像有些阿公阿嬤 他就一直都覺得 這個卡卡 有卡住 所以他每個禮拜都來拿藥 其實這個東西 這個醫生只要被健保抓 他可能就一定會被扣錢 我現在還沒做五分鐘 十分鐘不到 我覺得這個今天的話題 醫生真的 感覺到怒氣 不是 感覺到真的是滿多的 而且事實上 像我們小兒科看診 是要非常仔細 從頭到腳 譬如說就是要幫他看耳朵 然後看喉嚨 然後聽診這樣子 那你把全部都做完之後 媽媽還會說 沒有看我裡面的那個 就是幫他做髖關節診察 如果說整個都看完 然後也跟他很好的解釋 他就說 我老大也是少 你幫他看一下 尋射看一下 尋射看一下 然後老二好像可能 彈珠放到耳朵裡面去 你也看一下他耳朵 那這樣應該要去掛號 對 沒有 他就是瞬間叫你拿藥 他說阿嬤皮膚醬 你也幫他開個皮膚的藥這樣 所以他可能就是一個病人 他就是 全家都帶來 希望我們包天包地 幫他看好這樣 都不行 你看 你們就要去再重新掛號 對 我們會因為 就是要需要填到病例 然後要有一些責任歸屬 我們還是會請他掛號 但事實上也是滿多 他們會直接臨時打電話 然後到診間說 醫生 我想要聽一下 上一次檢查的報告 那這個他也沒有掛號 只是直接打電話到診間 那這個我可能也會拒絕 我會說那你可能需要掛號 然後我們才能 就是當面跟你講 那個檢查的那個 對 那我再請教一個問題 有人就是沒有帶勞健保 你們也不錯 就說沒關係 過幾天來你壓500塊 對 一個禮拜都可以退 對 應該是很多人沒有回來輸的 不會 都有回來輸 我們診所都會 這種都是乖的 如果是沒有 他就是離子百塊都不付了 他就是一直在那裡跟你爐說 我就沒帶健保卡 或者是 還有就是他們會 偷偷拿別人的健保卡 對 會拿別人的 拿什麼朋友的 女生都一樣長頭髮大眼睛 有時候就沒有 可是護理師會 他會合一下 但是有時候真的很難 比如說他有病人 他戴個口罩或是什麼 對 你也不能硬叫他在哪裡 對 有時候今天剛燙的頭髮 對不對也不一樣 而且其實像我有些科 像我是小兒科 所以病人可能比較固定 就會有一定的診次人數 可是有些科 譬如說像 他的病人人數就比較少 醫生就每天在那邊打蚊子 其實真的就是 對 所以我現在有個問題想 為什麼大家形容 比如說 吃飯請這麼便宜 你不要那麼小兒科 買那個東西 買那個就差幾 省那一點錢 你不要那麼小兒科 為什麼大家就形容詞 我用小兒科 我們只能朝好的方向去想說 所以你用的小兒科 會形容小兒科對不對 其實不會 小兒科 小兒科的媽媽 很聽小兒科一聲的話 對 像以前我們小孩小的時候 他這樣 三天後來就馬上去 而且有時候 一天會 因為他早上問你說 有沒有發燒 我說發燒 那有沒有拉肚子沒拉 後來下午拉了 再抱去一次 對 所以都有時候要去兩趟 發現有這個症狀 然後再去追一下 說那有沒有問題 可是因為爸爸媽媽 有時候對小兒科 一直胸起來也是不得了 因為並沒看好或加重的 就罵了 對啊 然後像我們以前 是要打針 然後就是抽血打針 然後家屬就會那種目光 狠狠地看你說 然後我就會感受到 他的那個目光 因為小孩子都是每個爸爸媽媽 欺負這麼保護 其實小兒科其實就是很辛苦 其實別科也是一樣 就是說其實不太有很充裕的時間 去好好去看一個病人 跟去分析他的狀況 像我剛剛就再試算一下 剛剛不是對面就是 醫生賺很多嗎 其實我們一般都會覺得 醫生好幾十萬一個月對不對 那我們就不要講多 就說20萬好了 如果你要一個月賺20萬的話 比如說像一天一個月有30天 那我們扣掉假日 扣掉什麼國營假日 當然算20個診就好了 20天 所以其實你一個 問題是我們看門診 一個人給醫生的錢 幾乎50塊 大家都不知道 真的嗎 所以1萬塊你要一個人50塊 等於說你一個診要看200個人 一個診3個小時180分鐘 那等於一個人才1分多鐘而已 就算我今天是有個良心的醫生 我一個月賺10萬塊 可能比一些房中 或一些保險的經理賺得還少 我也頂多就乘以二變2分鐘 所以你說要怎麼去好好的去分析 我覺得不是跟什麼其他行業比較 是你這本身的行業 就需要一點時間 對 需要時間 所以他們有他們的苦水 對 可是這個我能理解 可是你是 醫美科 我是當過醫美科的老闆 我是知道你們在餓一生 餓一生 你說以前在實習的時候 對啊 就是我們在當外科的時候 其實是 他在幫我們發生 對 是一種時候 那外科醫師的話 其實他會面臨到那種 我如果想要好好看的話 外面會一直敲門 就想我只能看那麼久 我這邊坐了3個小時了 然後就變成說 醫生沒有辦法好好的看 但他如果看得快 才能夠維持他的薪水 比如說 好 那有些科 像比如說剛剛講的就是說 可能比較少人的科 所以他怎麼辦 他只好衝也急 怎麼衝 明明我是外科 可能我就是硬要你回診 我就只好開始幫你開糖尿病藥 高血壓 心臟病藥 有些老人 你會覺得不可思議 會覺得說這應該是心臟科 這應該是心神代謝科 可是有些老人家 他就喜歡這樣 就包三包 一起幫我弄 我會生麻煩 可是這樣身體會吃壞掉不是嗎 其實醫生 我們在畢業之前 其實什麼科都有念 其實也都會 你說基本的糖尿病 所以你還是要在一個 安全的範圍之下 讓他心裡爽 只是說有點會變質 就是說健保之助 讓醫生認證說 我為了要維持我的薪水 不要太差 不要可能連10萬塊 不要可能5萬塊 所以我只好一直想辦法 讓病人看不好 一直回診 一直開一些奇怪的藥 不要說讓病人看不好 想太多了嗎 不要 你不要以為 你現在在醫院就可以 要問你其他辛苦的醫師 或者你要講清楚 沒有 我要講 因為就是像我們平常的時候 我們當醫生人會希望說 我幫你看好 最好你來一次 我就是能夠扮演好審醫角色 不要讓你一直回來 減少你的痛苦 可是如果在健保制度下的話 我讓你一次回來就好了的話 我會被誰罵 我會被院長罵 我會被老婆罵 因為你拿這種薪水回家 我也會 就是被全部人 就沒有辦法交代 所以變成說醫生 他只好就是說 我希望盡量滿足 讓病人看快一點 然後我 聽不下去 No 我覺得陳之家 這個話說出去 很多人抗議 對啊 因為醫師不是說 隨便看 老人家吃都吃死掉 我覺得不是這樣說 應該是說 因為需要時間 像我們婦產科 他進來光更衣等等 就需要大概10到15分鐘 我一個枕三個小 到底能看幾個人 如果說一個人只有50塊 你總不能說開兩個枕間 開三個枕間 病人又要投書你 他說沒有隱私對不對 你如果說開很多枕間 也是浪費地方 費用成本更提高 那就沒辦法 一個就是變成一個 換作率很慢 換作率很慢的話 你的人次就衝不上去 衝不上去 你一個才50塊的話 一個早上頂多 也是才看多少個 那整個 然後很多沒有 沒有這個費用的檢查 比如說看傷口好 看傷口今天來 明天又有點生意 又來看 那錢健保局也不給你 你還是一樣 要把他的傷口打開來 重新再看一次 這些都是在剝削我 所以他們如果改資費 他又不到你身所來 對 你知道嗎 他們為難 放流來聽 放塞來聽 其實我們鼓勵病人去找那種 就是門診 不要就是專門去找名醫 因為你去找那種一診 兩三百個人 他怎麼辦好好看你 這樣聽起來好像 醫療的設施 是為權貴而設計的 因為權貴他就付點錢 就好 我不要跟大家一起擠 對不對 會變成有點這樣子的感覺 也不會啦 很多名醫是希望他很多病人 他不想要只看10個VIP 我想要我門診就是100個 有澎湖來的 有馬公來的 有屏東來的 我這個成就 醫療的成就感會不一樣 很常會的一種概念 是 李醫師呢 生病好會在時間處 我覺得自家講的意思 不是說讓病人不好 他其實他需要一個時間好 所以你不能怪他慢慢看 我覺得其實 現在看起來應該是健保局 他其實是剝削我們醫院跟醫師 因為我本身目前還是一家 醫院的院長 所以如果要談到血汗醫院 其實他講的不是那個 醫院去欺負他的員工 醫師或護理的員 其實應該是健保局 去欺負這個醫院 跟這個所謂的醫師 因為健保局 剛開始不到兩年 大概那兩年台灣 倒了兩百多家 四百床以下的醫院 所以你去查就知道 就是中小型醫院兩百多家 再兩年就倒掉了 所以兩百多個醫院長 就沒有名分了 所以那時候產生一句 對岸對我們最有名的話 台灣最有名的 這三天四不是好事 表示三天四非常便宜 老保很 你醫療跟一九九吃到飽 掛在一起 掛在一起 老保就 所以表示說當時的狀況之下 所有人都認為說 其實醫生早就沒有那麼值錢的 然後我自己當例子 不要拿別人 我在剛畢業不到三年之內 我的薪水還不到22K 就不到2萬2 所以我們幾個名醫 所謂那時候還不叫名醫 叫小住院醫師 我們做什麼事 我們去評估賣早餐的可能 因為反正大夜班沒什麼事 我們評估夜市 所以我還會怎麼做東山丫頭 各位你知道嗎 我這個人 我在剛還當醫學院 我沒有說去學外科那科 我還先學 如何做東山丫頭 如何賣早餐 我們真的把那個器具都準備好了 所以說那時候怎麼會有錢 所以你想想看醫生怎麼會好賺 早就不好賺了 所以我想這個東西 就跟大家分享說 其實健保它本來就不是保險 你想想看 它本來就是一種稅 所以它依照你的收入去收費 所以這個是政府的美意 他會照顧地下的人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 不管怎麼樣講 其實醫生的收入 早就被健保這個大餅之下 壓得很垮 但我就有一個很大的疑問是 以前我從小 其實從小到大的時候 要生病我不看健保藥局 都自費 都自費 因為我有去看過健保 就發現他的健保的用藥 我不知道是會有差別 跟自費的用藥有差別 其實會有一點差別 對 就真的 就覺得看健保的藥 都真的吃不好 我剛剛不是講了嗎 聽起來好像是為貴族服務 對 對不對 然後就是我覺得說 好像真的要自費會比較 而且醫生真的會看得比較仔細 這真的有差 因為我有一次就是皮膚有問題 然後那個時候 我是去看那個很有名的 那個皮膚科醫生 然後也是就是你剛剛講 一百多個人這樣子 然後我就等了很久 等了三個小時 終於輪到我 我很期待這樣 結果一坐下來 醫生就這樣頭這樣抬起來 然後說好 OK 然後連問都沒有問 他就直接要開 就是擦了藥給我 然後但是我就覺得 那個是藥都擦不好 然後後來我的朋友就是 介紹我一個是要自費去看皮膚的這樣子 他就很仔細的 然後就是去檢查我的皮膚 然後還用那個 不知道什麼機器這樣照什麼 擦藥藥真的比較快好 我就真的覺得好像是 對 自費的好像是 像我們這種 你的勞保健保一定找得最高的 對 可是我的健保卡很少在用 因為我覺得 就是你看你講的 你付費的時候 醫生講得多詳細 對 他差點就給你糖果巧克力了 真的 感冒 我感冒就是自費去看 他就跟你說了 還在你有點暈眩 站在那邊 還幫你解他耳鼻喉 如果你去看勞健保 大概幾分鐘就講完了 大概吃幾天再來看 這沒辦法 一定要消化那麼多人 其實我覺得台灣看醫生 真的很便宜 對 便宜 方便 最早方便 對 真的很方便 而且很便宜 因為我兒子他在美國讀書 然後他就得了流感 他光掛號 而且掛號 我說那你怎麼不趕快去看 還在宿舍裡面 他說 老師說要預約 所以可能要晚一點才能去看 他們就是 不是你現在不舒服 就馬上去醫院 還要先掛號預約 然後才能 我們的空檔是下午 那你下午才可以去看 然後他光 只是看診而已 對 然後 後來他跟我講說 媽媽我確定是流感 所以要吃客流感的藥 要再100塊 那我就說 好啊 OK 那你就刷卡 因為沒有辦法那麼遠 我就說 可以看得好就好了 所以我就覺得說 台灣真的看醫生真的很便宜 便宜之外還有方便 因為像有一次我是在 帶小孩子去內地玩 去玩的時候 他們很調皮 然後就有撞破頭 然後是獵傷 獵傷它血就一直流出來 我也嚇到 然後就請那個飯店幫我們掛號 結果那時候我發現 在內地生病 真的 就開始拚命找關係 因為就開始找說 因為我們有先掛到一個 本地就是大陸的醫院 本地的醫院 結果他說 現在掛到1000多號 可能要兩天 才能去看醫生 1000多號 而且你看那個山口 你就覺得是要縫的 然後我就說 不行不行 那我就趕快通知我經紀人 然後趕快幫我 急診 急診也不行 對 然後他就 而且你是小孩 小孩還要規定 對 就很麻煩 結果後來呢 我們就是 找到台商醫院 然後台商醫院 那時候是說 什麼科都可以 他說我們現在只剩下一個 是看那個心臟外科 可是他應該也會縫合 我說什麼科都可以 這樣會縫就好 然後就去看了 OK 看完了以後 要付錢的時候 我才知道說 可以 所以我都覺得說 其實我們現在在繳 任何的健保費 我都還滿心甘情願去教 是 我剛好昨天 我昨天去參加一個 英國的聚會 那時候就有一個 英國夫婦坐在我旁邊 他們知道我是醫生之後 他們就開始跟我說 他在這裡住我八年 他本身是德國跟英國的混血兒 所以他在德國住過 也在英國住過 那他說 第一個就是說 他覺得說我們台灣的 醫療方便來講的話 是非常誇張的 他說他在德國的時候 包括說他們去看診 一定算很幸運 你相信嗎 教護病房的醫師 他們的身價 比按摩師還不如 其實教護病人專者醫生 我們的病人查房費 就只有能夠 固定一天多少錢而已 你一直都會 一整天要待在他的旁邊 沒辦法走 甚至晚上的時候 有遺失狀況 就算有值班醫師 你還是要被摳到醫院來 那個都是只能算 就同樣的費用 所以現在就會變成 有說像心臟按摩 就會比腳底按摩還要便宜 換算成錢 腳底按摩半個小時 就可以500塊